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阿N与这一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先凤鸣剧团的历史 先凤鸣第五届由1957年8月开罗 剧团在8月30日开始,就在利母台上演由唐迪生编赞的新剧《紫差记》 演员就包括任劍辉饰演李益,白雪先饰演霍小玉 梁省波先饰崔鸣,后饰黄三客,靓翅伯饰演劳太威 任兵仪饰演缓沙,这一届同时在9月1日上演日常《帝女花》 接着就是第六届先凤鸣,在1958年3月开罗 剧团首先是3月14日开始,就在利母台上演唐迪生的新剧《九天玄女》 这一部带有神话色彩的粤剧,演员就包括任劍辉饰演艾敬朗 白雪先饰演冷霜闪,梁省波饰演龟大爷,靓翅伯饰演苏绍 其他演员就包括令刺伯,苏绍堂,白龙珠,英丽莉,朱绍波等等 这一届因为任兵仪在越南登台,所以改由梁素琴担任二帮花弹 接着就是第七届先凤鸣,第七届先凤鸣是1958年9月开罗 9月24日开始,剧团就在普庆戏院投台演出《西楼错梦》 演员就包括任劍辉饰演述宇宿爷,白雪先饰演木素辉,梁省波饰演衰长公, 靓翅伯饰演述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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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 劇团是《儀斯利姆台》继续公演《西楼错梦》 这是为华人球员联谊会筹款的 9月28日这台戏是筹款戏 接着是第八届的《先凤明》劇团 第八届是在1959年9月开罗 剧团是9月14日开始 在《利母台》公演唐狄生的新剧《再世红梅记》 剧团演了18日 之后是《儀斯九龙普庆戏院》公演12日 演员包括任劍辉飾演《培玉》 白雪仙是先识李慧良后识盧超勇 梁醒波识演《假此道》 靓翅伯识演《盧桐》 任兵仪识演《吴刚仙》 林家星飾演《假刑宗》 另外还有余慧芬等等 9月14日在《利母台》首演《再世红梅记》 去到第四幕《红梅角》的时候 在台下看电影的唐狄生忽然暈倒 马上送到医院 延至凌晨4点45分 唐狄生因为脑冲血 抢救无效 不幸逝世了 在1961年2月12日 剧团为了响应《华侨日报》 《救助贫同运动》 在《利母台》二演《卯丹亭惊梦》 和《帝女花》 并且在中场上演《白蛇伸传》 同年9月16日为了慶祝剧团成立六周年 又在半岛酒店举行《鸡尾酒会》慶祝 并且同时介绍《新白蛇传》内容 同年12月2日 先凤鸣全体成员 就假普庆戏院《二演百蛇传传》 为这个博爱医院筹款 接着就是第九届先凤鸣劇团 第九届先凤鸣在1961年9月开罗 一年9天在《利母台》公演新剧《白蛇伸传》 然后在9月30日 宜思九龙普庆戏院演期一个月 这套剧的演员就包括 任劍辉飾演许仙 白雪仙飾演白素晶 梁醒波飾演南极仙翁 靓翅伯飾演法海 任兵仪飾演清仪 林家兴飾演学童和韦陀 陈宝珠飾演陆童和拿渣 梁宝珠飾演旁征 欧伟全飾演李仁 朱绍波飾演店家和沙尼甲等等 在1962年8月28日 任白在香港大会堂 为东华三院议唱大会献唱来筹款 在1964年9月 任白借用了香港大会堂音乐厅 为行运唱片公司 灌录李后主之去国归航这张唱片 然后去到1964年11月18日 任白宣布先凤鸣影片公司 开拍他们的创与后主 他们就预算号资六十万元 演员就包括任劍辉飾演李后主 白雪仙飾演小周后 梁省波飾演徐远 梁省波飾演陈桥 任兵仪飾演宫女宝仪 另外还有陈宝珠 李清 苏绍堂 石燕子 和陈锦堂 陈锦堂就是飾演宋太宗 石坚就飾演曹宾将军 另外还有李鹏飞 黄昭峰 李秀琦 乐宫 和初凤鸣的全体艺员 同时他们也都宣布 任劍辉就因为身体的关系 将会在第二年开始退出舞台的商业演出 时间到1966年3月30日 任劍辉、白雪仙、梁省波、令慈伯 任兵仪、苏绍堂、朱绍波 和初凤九个成员 就是录制这个《紫猜记》的唱片 接着1967年6月7日 任白、梁省波和初凤鸣的成员 就在利舞台公演 为这个东华三院筹款 时间到1968年9月25日 任白和先凤鸣的成员 就去到新加坡献唱了两天 同年11月18日 剧团就为新加坡献唱 就为新加坡献唱 就在广东道的临时求唱 就在广东道的临时求唱 演出了《卯丹亭经梦》 《帝女花》《紫猜记》 演出了19日 同年12月22日 剧团又为新 湾仔街坡福利会筹款 就在这个湾仔收盾球场演出 《卯丹亭经梦》 《帝女花》 和《紫猜记》 总共十五天 接着到1969年11月8日 剧团再次为油麻地 街坡福利会筹款 在广东道临时求唱演出 演出总共17日 同年12月8日 剧团就为这个旺角 《铜锣亭街坡福利会筹款》 就在《利母台》演出 《再世红梅记》 《帝女花》 《琵琶记》等等这些名剧 最后去到1972年6月24日 任劍辉和白雪仙 就率领初凤鸣剧团成员 就去到无线电视的筹款节目之中 就为六一八雨灾 《二唱囚款》 任劍辉就演唱了 《李后主之去国归航》其中的一段 《李后主之去国归航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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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条片再见 拜拜